现代人养宠物除了小狗小猫之外 一只几百元就可以买到的小兔子也非常受欢迎 根据农委会统计 台湾有近万户人家养兔子当宠物 但很多人不知道兔子其实不好照顾 它的骨头像牙签一样脆弱 而且不像卡通里演的只吃红萝卜 很多寺主不当饲养的结果 就是造成了兔子严重伤残 那么在照护医疗费用可能远远超过兔子购买金额的时候 有些寺主干脆把这些兔子丢了 然而宠物兔在外面根本毫无生存能力 台湾流量兔保护协会十年来 已经从全国各地救回了七百多只兔子 但您看这群爱兔人的抢救生命大作战 兔子非常可爱且讨人喜欢 当可爱的小生命变老变残时 你会遗弃它吗 当你决定找它作伴时 你愿意为它付出多少 白马王子 五十五岁的谢宝族 是个朝九晚五的单身上班族 他下班后的重心就是照顾兔子 温的就可以 这个洗两个啦 一个是洗那个尿质 一个是洗那个软便 洗干净啊 你才会舒服啊 哦好好 谢宝族照料兔子 就像妈妈照顾小孩般的慈爱 他家里的兔子 一只高龄 一只双眼全盲 一只残退外加弱势 兔子跟人一样 一旦身躯残老 就容易出毛病 他上一次有发言过 就是昏迷物太多 你看他都这种标情 参集老麦的兔子 没有讨喜的外貌 但谢宝族 当他们如自己的亲人 他把五平大的客厅 几乎都让给兔子活动 本来我的空间呢 也是有茶几的 也有沙发 多余座 现在为了让兔子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我呢 茶几也送人 那个三人坐的椅子也送人了 此外 谢宝族还知道 兔子领域性很强 讨厌自己的地盘 出现别只兔子的味道 他会尊重他们 那我会在玉珍爱的那个布上面 来缝一个红色的线 来区分说是玉珍爱的 所以这样他就不会用到别人的味道 不开心 乖哦 哎哟 一样哦 它是眼瞼有松弛啦 妈妈眼睛洗一洗 比较舒服 正常是六点半下班 然后弄完他们也差不多快九点了 谢宝族和兔子的缘分 要从十年前说起 当时他从朋友那里 接受了一只对方不要的兔子 为了学习怎么养兔子 他开始上网找资料 也因此结识了一群爱兔人 当起气兔的中途妈妈 2009年谢宝族和九位爱兔人 成立了台湾流浪兔保护协会 十年下来 协会陆续救援了七百多只气兔 根据农委会一项调查发现 台湾人饲养哺乳类宠物排名顺序 分别是狗 猫 老鼠 再来就是兔子 兔子要生宠物新欢 气兔却也越来越多 协会想借着他们的力量终结气兔 但他们真的办得到吗 这里是协会位在新北石中河区的安置中心 目前有上百只兔子安住在这里 他们都是爱兔人 从各地救回来的气兔 大部分被遗弃的几乎都是生病的 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残缺的 救过来的几乎都是受伤或是受巴巴的 救回来的兔子因为四主的不当饲养 造成了各种伤残 有的腿骨外露 有的牙齿突出到皮肤外 但来到这里的气兔 都受到很好的照料 也有了名字 志工们会把他们的履历 po到网路上 吸引任养人 如此可爱的模样 很难想象 他们来到中心之前的遭遇 他那个是在台南新式火车站 对然后一开始好像民众通报的话 是说是机车行气养在那边的 然后气养好几个月 然后是一整群的兔子 对然后后来真的去救的时候 只剩下最后两只 其他只可能被火车或者是蛇啊什么的 都用死掉了 救回来的两只还来不及结扎 就剩下七只小兔子 现在七位兄弟姐妹还在等待任养 协会的能力和空间实在有限 为了杜绝 有人的恶意欺养给协会 围定通报人一定要附上身份证 和发现兔子地点的照片 至少这样子就要可以确定 那个人的真实身份 预防他是假的通报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会骗你 他们自己不想养 结果他就拿假的资料来骗你 然后跟你说这个是他捡到的 尽管有这个规定 还是有人趁夜 直接就把兔子连笼放在中心门口 那个是我们早上的时候 要来喂饭的时候 然后一出电梯门就发现 有一个兔笼被丢在那边 对那时候兔子不是在那个兔笼里面 他是被装在外出笼里面 外出笼里面是没有水跟食物的 我们这里是恶管 然后都是收容一些比较特殊的兔子 比如说角瘸的啦 或是那个脚底跟发掩的 救回来的兔子都会先送来这里照顾 等康复后再送养 但其实残老的兔子很难送养成功 小五 眼盲的老兔小五 就在这待了十年还没人要 像小五啊 他已经协会还没成立就来了 不是每一只兔子都顺利送出去 相对于残老兔 样貌可爱的兔子送养率就很高 有些很有特技是摸了就倒地 很可爱 大家觉得好可爱 想养有啊 至于获得 小小可以 伤残老兔的照顾 需要专人照料 且收住的空间 每只都要独立区隔 以避免疾病交叉传染 地上还要铺上软垫 和布巾 来保护脆弱的足部 此外 还要有24小时空调 有时碰到图来的状况 还得特别就医 你看脚这样还会跳 跳进背面就跳出来 诊间中的小象 现在正被医师宣判他未来的命运 小象 他的脊椎受伤非常严重 他整个重叠跟挤压 他这里只有1 2 3 可能4 5都挤压在这里 那照顾伤的话 目前这样子可以 对啊 因为他这里不是新的伤了 所以说他的神经没有伤害到 然后他现在目前这样子可以活动 那你们照顾的又很不错 他外表几乎都没有什么伤啊 入窗啊 或沾尿啊 老师姐你会担心吗 会呦 会呦 因为这个照顾又不一样 蟹宝族很忧心 因为医师判定缺腿的小象 未来可能终身瘫痪 其实兔子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好照顾 兔子呢他的骨骼就像牙签 尤其是小兔子他又这么小 所以他牙签很脆吧 他又很细 那有时候他们刚到新环境又会激动 那主人如果抱的不是很适当 或是他一踢他就可能有骨折 脊椎断裂的一些状况 生命的脆弱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能做的就是照顾好眼前的每一个生命 就在同一个诊间 我们看到了一幕温馨的画面 那爸爸你今天大家来是做什么 那姐姐哪里 她几岁了 大概七八岁吧 大概我们年龄大概也七十岁左右了 这姐一次她多少钱 之前好像两千 这次还没包下来 那爸爸这准时怎么来的 夜市哪里 多少钱 大概一百块左右 远从基隆暖暖区过来台北看诊的 这一家人 对待尽管是百元买来的兔子 一样用心爱护 三只兔子 见解费就花掉女孩零用钱 将近一万元 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心疼 你喜欢他 你喜欢要付出单钱 好 兔子相对又是便宜的动物 那可是医药费是大家都一样的 大家都一样 那一只兔子来 比如说小兔子两百块 结果脊椎断掉了 他要住院医疗 他可能需要花到了 住院费是两千块以上的 甚至更昂贵的费用 那很多主人就会有点吓到 看我们多少钱 以正常的来讲 那小兆的话 X光一家是五百块 好 然后不远楼市门诊一百五千 好 我们还欠大概四五十万 对啊 讲到鸡嵌的医药费 谢宝族的省色难言尴尬 一只兔子照一张X光片就要五百元 一次看诊要三四百元 一次见解要三千多元 协会一百二十五只兔子 光是医疗费用的支出 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只能把钱用在最迫切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源节流 目前的做法就是 先不要有那个健检的这个开销 有病的也不能省 他们的配备也不能省 目前的做法是先这样 经费拮 让协会的支出必须一再精神 他们得借卖宠物用品 来指引企图的基本开销 人力部分除了一位专职员工 其他都靠志工帮忙 像每周五晚上的大清扫 就是志工们的固定动员日 每个礼拜五 然后大家下班就过来 全部都是志工 志工们都是爱兔人 为了不让胆小的兔子受到惊吓 他们小心翼翼的先把兔子 赶进小笼子 然后再万身替兔子清除排泄物 喚醒食器 补足干净的饮水 企图现象像一面镜子 面对残老的生命 有人转身不顾 有人慷慨付出 这几年 协会开始借着机会教育 发挥影响力 大家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台湾流浪部保护协会 有没有人听过流浪部 有 这是小朋友与兔子相遇的情境 兔子很紧张 小朋友很好奇 他们彼此探索 然后开始交流 这支手摸摸她的头 这是手摸她的头 好 好 好 排队了 排队 协会希望就是美好的开端 让小朋友学到珍惜生命 不要吵着爸爸妈妈养兔子 然后也不要自己跑去买 因为他们便宜到几乎 他们哪里用钱就可以买到 所以我们要呼吁一下 就是小朋友回去不要吵着爸爸妈妈要买宠物 他可以到我们协会来做志工 我们的协会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兔子的大家庭 用任养取代购买 甚至不要买卖生命 这是兔子大家庭最终的目标 看看这一群爱兔人 之所以能够这样爱兔子 就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感受 可以延伸到兔子身上 对我来讲我觉得 生命是平等的 没有因为你是人还是动物 有所差异或是有不公平的对待 小兔子和我们一样都是生命 当你决定对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前 能不能先把他们的快乐和痛苦 也一并放进来考虑 把我们终结掉也可以 把协会终结掉啊 就是没有没有企图啊 爱兔人宁愿终结协会 就是希望让企图的悲伤 不要再继续蔓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